3點 somorbit 7點 somorbit 3點 somorbit 3點 somorbit 3點 somorbit 進階遊戲設置 如果是已經熟悉遊戲的玩家 可以使用9普指示物來組合全新的秘密目標9普 首先每位玩家領取五種顏色各兩枚的9普指示物 每隊代表將五種顏色各兩枚的9普指示物 面朝下分成兩堆 一堆為任兩種顏色各兩枚 一堆為另外三種顏色各兩枚 接著將兩堆分別洗亂 並且從只有四枚九譜指示物的那一堆抽三枚 從有六枚九譜指示物的那一堆中抽兩枚 抽出來的這五枚 就為隊伍的秘密目標九譜 將此秘密目標九譜 複製給自己的隊友並擺放在九譜架上 並且將剩餘的九譜指示物放回遊戲盒中 變體規則 遊戲還有四種變體規則 這裡介紹與基本規則不同的部分 師徒聯心 只有每隊的代表知道秘密目標九譜 隊友們必須在不知道秘密目標九譜的情況下 透過觀察代表的行動來讓自己的隊伍獲勝 假面舞會 玩家按卡開始都不知道隊友是誰 六人遊戲時將二到三組九譜小卡洗亂 每人抽一張即可開始遊戲 四人遊戲時 除了可以抽取九譜小卡來開始遊戲 也可以通過陣營指示物來分隊 首先取出兩款陣營指示物各一枚放在桌上 接著運用九譜指示物分別組成兩個陣營的秘密目標九譜 將這兩組秘密目標九譜面朝下分別放在陣營指示物旁 不要翻開 且每人領取無款九譜指示物各兩枚 取出與桌面上款式相同的陣營指示物各兩枚 面朝下喜亂發給每人一個 所有玩家閉眼 由起始玩家開始睜開眼睛 檢視自己陣營的秘密目標九譜 然後又剛剛領取的九譜指示物 將自己陣營的秘密目標九譜 複製到自己的九譜架上 接著將自己剩餘的九譜指示物面朝下放置 並且將自己陣營的秘密目標九譜面朝下蓋回 起始玩家閉上眼 輪到下一位玩家檢視 等所有玩家都複製好自己陣營的秘密目標九譜 將桌面清空 遊戲開始 激素變體 玩家人數為激素時 會有一隊的玩家人數較少 行動順序改為每隊交替進行 使每一隊輪到的次數相同 而且人數較少的隊伍會有一個額外的雪克杯 任何玩家都可以對雪克杯打一張牌或推一張牌 如果被乾杯 則由該隊的玩家決定如何分牌 不能使用這個雪克杯的九杯牌來推一張牌 人數較少的隊伍成員可以抽取四張起始手牌 行動時如果選擇棄牌重抽 則將四張手牌都棄掉 重新抽取四張牌 雙人對戰 雙人對戰時 除了玩家自己的雪克杯之外 場上還會有一個公用的雪克杯 玩家們可以對共用的雪克杯打一張牌或推一張牌 當共用的雪克杯發生乾杯時 則有另一位玩家決定如何分牌 如果有人在自己或是共用雪克杯中 完成自己的秘密目標九譜 該玩家獲勝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可以按一個喜歡 想要認識更多桌遊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